72歲的吳國榮 20年前在馬六甲慈禧之公的邀約之下 參與回收 從此投入了環保 原本喝酒賭博的消遣 是變成了天天來做環保 即使兩度的中風造成行動不便 記憶力也衰退 但是環保卻從來不曾遺忘 對他來說 做環保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是他一生的職業 要爬刮一些東西 要容易拿 爬子一生 環保物就到眼前 72歲的吳國榮 雖然手腳不靈活 做環保卻有妙方 不方便起來就用這個爬了 沒有我難起來 有時做久了難起來 因為我中過風啊 所以不是要用爬過來比較方便 你不擱 他這樣炸就給你了 歷經兩次中風 他依舊堅持 一星期五天到環保站來報到 但在過去 他可是夜夜深歌 是夜深貨了 賭博咯 欸 賭博啊 難留 又追得去咯 不是啊 幫幫忙 我們要回收這樣 在1996年 志工的邀約下 吳國榮才漸漸把手中的酒瓶 換成了寶特瓶 跟著戰之士啊 我們就自然而然改 他沒有去賭博 我們沒有去咯 我喜歡他去環保站 真的 我去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吳國榮做環保 即使行動不變 從不懈戴 無怨無悔 已經20年始終如一 大海新聞 饒漁潤 鍾建民馬來西亞報導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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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